屬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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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出來啊 屬魂 他沒有眼睛啊 好啦我們再找他了 我一起玩啊 來啊 你在吃飯 你不要跑啊 快過來 再見 我要走了 不跟你玩了再見 不行強制過去 討厭 來 來 請問你昨晚睡著了沒有 沒有聽見什麼聲音 睡著了 沒聽見什麼 都沒聽到 奇怪 我昨晚聽到了一個女人在唱歌呢 可能是村子裡的瘋女人吧 三更半夜的唱歌 昨天晚上他就在村外站著 這個村子裡音氣很重 他就站在 所以代表這個奶奶知道那個人是誰 而且他看到他媽媽的樣子的時候 就知道說是那個人來找他 那母親 母親被鬼附身弄死 奶奶 別害怕 晚上找出去 不會有什麼事的 而且這邊有紅色的血跡耶 目前這個很難猜測啊 到這樣看應該是不會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不會有分歧啦 我猜 你要餓嗎 早餐一會就做好了 睡得好嗎 不好 呵呵 我昨天晚上都看見那個女的了 沒有眼珠眼角流血 她那臉很白 嘴是紅的 小孩子別亂說話 小孩子別亂說話 走 行了 苗兒我們現在回去 車走不能走吧 馬上做好了 不了啦 一會雨下的大就回不去了 奶奶你慢走 苗兒有時間來玩 為什麼中間會突然插路那個字 那句話 小孩子別亂說話 喔 現在換奶奶帶領 為什麼她一直說他們家的陰氣重 可是又不願意離開呢 真奇怪 昨天半夜突然覺得好冷 做了一個可怕的噩夢 夢見一個身穿紅衣奇袍的女鬼追我 好可怕 呵 反倒是李苗子遇到她要陪她玩 昨晚沒什麼事吧 那東西來過又走了 怎麼了 昨晚你們住在阿強家沒事吧 倒是給的東西還管用 那就好 幫管家把門開啦 沒事啦 開門 很容易看到不該看的東西 可是大人都會選擇 就是叫小朋友說 裝作沒看到啊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很多大人 都會把小朋友當作低能來看 這樣講比較快 他們都覺得小朋友智商很低 小朋友沒有那麼聰明 小朋友不懂 好不好 他們對他們來說 15 欸不要說15歲 18歲以下 甚至年紀比他們小的 就是低能兒 很多都會這樣覺得 但我說認真 低能兒是那些自以為是得到的 因為小朋友他們聰明的程度 絕對遠超他們的想像 這是根據本人在 親子 親子 借這邊 打滾3年快4年的經驗 好不好 呵呵呵 真的小朋友他們很聰明 只是他們要不要聽你講話而已 本家拿鑰匙開了大木門上的將軍鎖 字牙一聲推開大門 哭了一股陰冷的風從裡面吹出來 不禁讓我打了個冷戰 快把這給帶上 香包 這什麼 香包能保佑你平安 已經走了沒事了 管家 快把那房間還有後院的門都鎖上吧 是 我這就去 他們都不想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相信小孩 還是說他們覺得有義務保護小孩 所以選擇隱瞞他們 我說在這裡面這一個奶奶 可是我覺得你 與其這樣你不如直接老實講 搞不好這小孩會有意外的發現 可以幫助你們 但沒有他們都覺得這種事 大人的事大人自己解決就好 母親涉嫌住的那間房子的房門 上掛了一把大鐵鎖 那間屋子和屋子後面的後院 以後就成了我的境地 每當我試圖接近時 奶奶就會出現阻止我 家裡的管家也在時刻看著我 自從帶上奶奶給我的一個香包後 半夜裡再也沒有聽見過女人的歌聲 就這樣平靜的一年 過去了 他那個就這樣下面那個有點多餘 因為小時候家教好的緣故 小學的課程我用了4年的時間全部學完 11歲我已經上了初一 村裡沒有初中 我和阿強他們幾個 一起在另一個山頭上初中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趕上 一個小時的路才能到學校 下午放學的時候 回到家裡就已經天黑了 阿強他爸是做豆腐的 每天清晨做好的豆腐 等著去別處賣 大多數早上的時候都會和我們一路把我們送到學校裡 像尼克想要曾子姐姐 我覺得曾子還比較好看 我覺得曾子比較好看 因為曾子有眼睛 哈哈哈哈 曾子還有眼睛 他沒有眼睛 好可怕 喵喵喵兒 欸等會來了 喵兒還早呢 吃點東西再走吧 不吃了 阿強他們在外面等我呢 小孩子你不怕餓嗎 不怕 我找爛奶奶 注意安全 中午記得在學校吃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變胖了啊 我覺得他是不是伙食太好了 呵呵呵 你看他小時候這樣子 然後長到外面這樣子 一年欸 一年的時間可以把它改成這樣也不簡單 一年的時間就讓他胖成這樣 知道他過得好不好 要好好學習 等過了春節 讓你爸把你帶到縣人讀書 縣人環境可比咱們生村好啊 我現在想要不要偷偷的跑去 哇靠 你是不是整個人在渡門四三小 靠 他完全知道 他完全知道 坐著完全知道 我想要偷偷跑去那房間欸 一次來三個渡門欸 今天真漂亮 呵呵 幾家千鈞長的真鈞 喔這是阿強吧 苗兒 你找飯沒吃真的沒問題嗎 好嘞 咱們走吧 現在換他老爸帶路了 來我們來探險吧 要不要來點刺激的畫面 我怎麼打不開 太刺激了 他們不願意 有點像糖果屋嗎 蛤 哪個糖果屋 太多的糖果屋啦 我搞不清楚哪個糖果屋 如果稻草能幫我下地幹活就好啦 呵 你要不要考慮蟻生 蟻生種田啊 我覺得你 你直接把自己種下去吧 呵 什麼叫做如果稻草可以幫你幹活就好 哇這是阿強嗎 有野獸 哇一次帶三個高櫻娜捏齁 你看這天 烏雲密布該不會要下雨吧 好不容易抽空出來釣魚的 山寨 山村小學水庫 嗯 他們要往哪邊 山寨嗎 走吧 不是通往學校路 靠腰 他們這樣走很累耶 可是這樣 搞不好 他們的體格應該會比其他人還要好 蘇伊宏 喔 那個我不知道 那一款我不知道 但我記得 他好像是 那什麼是羊嗎 喔後走路 管他什麼 確定他不是羊 至少我確定羊不會有兩隻腳走路 好不好 等一下又再出現我還真的不意外 而且這回不是只有他一個人看見 有別人看見 哇 今天學校沒放假 今天可是季鬼的節日 在這荒傷年齡 你要多加小心 季鬼喔 沒錯 原來今天是季鬼節 季鬼節什麼 你知道幹啥 父親瞪著他一眼 真是的 每年這個時候都陰沉沉 好像天會踏實的 我爸說 今天如果精神狀態不好 很容易見到不乾淨的東西 哇 完了 他們已經有一個 見到不乾 不乾淨的東西了 嗨 他昨天沒有睡好 你是不是晚上在那邊尬尬啊 真是的 初中生啊 你們這些初中生啊 很黃很天真的啊 沒事就是該讀 沒事就該去讀書嘛對不對 在那邊整天在那邊養鳥關日了 你們快進去 我去賣豆腐 下午再來接你們 等等等等 就跑走了 阿強我先進去啦 阿強快進去吧 不要 我要跟著阿強爸出去外面大探險 沒事就睡懶 欸 某方便來說確實是 最懶笑啦 對啊 對不對你看看 這怎樣 隔壁班裡苗同學嗎 下帳號 看過你寫作文很棒 繼續加油 馬上上課快進教室 上什麼車 沒有車 馬上叫上課 可是肚子鬧得厲害 那你為什麼不爽呢 你上廁所為什麼不爽呢 可以跟我檢視一下嗎 你上廁所不關門是怎樣 你叫大家來看你上廁所 欸欸欸欸欸 快點看喔 我沒想到喔 光榮榜 作文美少年 什麼奇葩名字 喔 李苗他是五星作文獲獎 第二輪作文大賽活動 被老師看到不太好 欸這邊還有一個 喔不行不能進 角落廢物在靠靠靠你的頭啊 他才是角落廢物喔 不是 我是角落大廢物 上到第一節課的時候 天越發清晨了 教室裡昏暗得很 才打開了電燈 這個在這裡早就通上了電 電燈一打開 同學們都顯得很興奮 哇 哇 哇 這個會不會太暗了一點啊 阿俊怎麼 你拍我幹嘛 蛤 我 我沒拍你啊 你媽媽 蛤 我母親已經死了 他時候的消息在村子裡封鎖得很簡 每逢有人問 奶奶就說母親在山外看著生意攤子 阿強他也不知道 我順著他手勢看去 果然看見母親的臉浮現在玻璃窗戶外面 我知道母親現在已經不是人士了 外面出現的他也是顧回野鬼 可是我卻感覺不到一點害怕了 母親在看著我 眼睛裡淚光盈然 從小長在奶奶身邊 與母親在一起的時間很少 可是我畢竟是他女兒 媽媽 那個廁所很像小時候的一條 一條勾式 我知道那一種一條勾式 可是 他們沒有關阿 我比較在意他們沒關這件事阿 李苗 你上課亂看什麼 想你媽滾回去 老師正講的經濟有味 對處被我打斷異常氣氛的貓 一個女孩上課怎麼這麼不自覺 老師賣完 當我在側臉去看外面實現 已經沒有了母親的影子 外面的天色濃的像是毛筆在紙張勾畫一樣 女孩嘻嘻哩哩的下著 窗戶玻璃上的水滴慢慢的流下 都是女生不怕是不是 好喔 接下來的美睫課 我都沒有心事去聽了 不時的偷偷的妝望窗外 可是卻再也沒有看到母親那張流淚的臉 雨一直下到下午放學 哎呀 我還很期待可以跟老師交流交流說 今天怎麼臉色不太好是不是不舒服 再等著爸應該快到了 我覺得我們要出去外面大探險啊 我們要讓這個小胖妹去外面探險一下 阿翔他霸雨快來了吧 這麼大雨怎麼回家 有點內疑先去上個廁所 好 忘記這裡 雨嚇好他可怎麼辦 你好像也沒帶閃了CC 笑屁啊 笑咧 笑咧 還好今天有帶閃不然就成落湯雞了 不好意思喔 林北肯德基喔 我不是肯德基喔 不是落湯雞阿 哇 哇 揭開褲子蹲下來殺尿著 一股冷風從毛坑下面倒灌上來 忍得我知道多爽 撒出來尿都吸花花的被吹得失去的方向 我不想知道 謝謝 我抱怨著起身提褲子 冷死了 我還以為會有人 不然那個 那個坑裡面會伸出一隻手有沒有 沒有 沒有 結果居然沒有欸 還有剛剛期待一下 他比阿強高嗎 真的嗎 欸 什麼 怎麼了 我剛剛在看聊天室我沒注意 欸 我們可以去其他的房間了嗎 不行 打不開 又打不開 又打不開 那這裡呢 喔齁 大家都走了 阿強阿強阿強人呢 都走了嗎 怎麼不等我 阿強留下了紙條 你媽說他等你和你一起回去 我爸來接我了 我和阿強他們先回去 母母親 阿強又看見母母親了 還看見他說話 死阿強不等我 啊對喔 他們不知道阿強他媽媽 那個李苗他媽媽 翹毛 我的孩子 他的聲音是那麼好聽 讓我陶醉了 不自覺的伸過臉去 母親的手撫摸著我臉龐 冰冷刺骨 手臂上 像上了一層薄薄的霜 身上一件 單薄嶄新旗袍 還是我去年最後一次見到他死穿的那件 紅色起飽在風中呼呼飄動 跟我走 去哪 回家 媽媽帶你回家 你媽是用飄的耶 媽媽鬼魂都這麼走路嗎 等一下又不要說話 媽媽帶你回家 母親拉著我的手快步的走 我的雙腿不住的加速 已經不知道要走到哪 恐怖都感覺走上的路不是回家的路 他跟緊 哇 再見了媽媽 他不給我回頭阿媽媽 媽媽不給回頭阿媽媽 媽媽不給回頭阿媽媽 媽媽飄很快耶媽媽 你這次交往帶去哪 回家 可是這不是回家的路阿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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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說話越來越慢 一句話拉了老長 唉 你媽所謂的家就是棺材嗎 那是你的家好嗎 你現在住那邊你就乖乖的住齁 沒事要把你女兒拉進棺材衝殺 他死相露出來拉 看這不是到了嗎 沒有阿 這什麼都沒有是野外阿 你看看 原來這是一片墓地 最前面是一個樹人的墓 欸 看在眼前一片荒草重生的墓地 我突然驚醒了 開始害怕想殺的就跑 就離開這裡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欸媽媽啊 喔喔喔喔喔 我這要往前而已欸 很餓吧 一整把泥土給我 我低著頭突然揪見 她一隻腳上穿著紅色的繡花鞋 快想起到母親死的那天晚上 站在華子哥家窗外唱歌的那個女人 我不敢抬眼去看她 假裝伸手接的那抹泥土沙土就跑 可是雙腿僵硬的不頂死壞 身後想起了那悠長淒慘的歌聲 我發瘋的跑啊跑啊跑 可是那個歌總是在我身後清晰的小弟 怎麼也擺脫不了 欸這遊戲猛喔 我喜歡喔 我覺得這遊戲做成這樣 很有氣氛欸 你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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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好啊那是Gang Over 對不起 發生什麼事了 我不知道 我只是單純走過去而已 你還沒吃飯想去哪 我要回家 老婆呀我太孤獨了 孩子陪我玩玩吧 讓我去吧 喔喔喔喔喔喔喔 啊我剛剛走這說為什麼不行 欸我提前先行不行欸 哇草 欸還有這一招喔 我提前先走過去他都直接判我game over欸 這是三小 三小幹嘛 我會不會用香包 不是 你不是有香包嗎 放開我 哎呦呦 香包 香包起作用了 我這樣想說 香包 你不是有香包可以用嗎 你為什麼不用 我要先觸發劇情 不是啊 我不想往前走喔 怎麼往前走沒好事喔 他的一聲 我的脖子上閃出了一道黃光 我什麼也感覺不到了 怎麼了阿翔他爸怎麼說 他說放學時苗兒他媽來了 讓他們先回去 他接苗兒回家 唉 都怪我把消息放得太死了 苗兒生來硬氣重 今天又是忌鬼節 咦 您就別說這些了 現在點馬上帶人去找苗兒才行 我也一起去吧 老人家硬氣重就不要搞了吧 身體還行 帶長公一起去 齊克跟我一起 走吧 Z劍可以呼喊苗兒 欸 Z劍是哪一個 我的孫女在哪別嚇奶奶 聽到會回應了吧 但願如此 欸 你也有香包 不對 這個香包是 那個香包是奶奶身上的 還是李苗身上的阿 恩 誰在那裡 出來 我來這我在這 你把奶奶嚇死了 沒有啊 你放學不回家 跑到這幹什麼 讓奶奶擔心了 奶奶 下午放學 阿翔阿姆回家了我 我知道 不要想什麼了 既然沒事回家吧 反家馬登挑在前面照路 已經不下雨了 我走在琴兒姐和奶奶中間 幾個長公在後面走著 現在什麼時間了 半夜阿 下午不見你回來 就一直找到現在 喔 都這麼晚了 奶奶他們好像什麼事都知道一樣 對我什麼也不問 以後不要一個人亂跑啦 苗兒 奶奶我沒有亂跑 都怪阿翔他們沒有等我找走了 你這孩子 生來就裸弱 唉 多虧了就想包 不然 上了不說了 睡覺吧 晚上又在聽到那一個聲音 喔不是 嚇死我了 不對 這個聲音比較讓我感到害怕 其實 這麼大 趕緊叫滑子給他看看 是不是發燒了 哪一個燒要講清楚 這孩子的命真苦 所以那個女鬼是看上他嗎 怎麼這麼燙 連手都放不住 是啊 這孩子的生理實在太殘弱了 麥博也正常的 可是怎麼會發這麼高的燒 燒到40度了 情兒難怪絲毛巾過來 話說發燒的時候用絲毛巾有用嗎 這樣吧 我這先放點藥 那沒有要吃的 我下午再來看看 麥博正常的哭泣不會有什麼事情 老子哥給我開了藥就走了 奶奶與情兒姐出去送他 我隱約聽見他們在院子裡孤親了一會兒 然後我就昏昏沉沉睡著了 什麼也不知道 直到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 房間裡罩著幾層蛋黃的黃線 本來秋天傍晚時 翻村子裡的樹上會有許多鳥兒 雞雞大大的亂叫 可是從去年那個秋天開始 已經沒有鳥兒在鳴叫了 好 噗噗 偶爾看見禿鴉的樹枝上站著幾隻鳥 他們也都吃吃胎呆的站著 沒有鳴叫 眼睛凝神的看著某處 哇 牠只這樣混了一天耶 真棒 身體好希望怎麼下床 接下來應該跟奶奶講話就可以觸發那個了 奶奶 你可把奶奶嚇壞啦 睡一睡 睡了兩天 蛤 我睡兩天呢 蛤 我睡兩天呢 是啊 一起發燒 今晚給你叫叫魂 把孩子嚇壞了 奶奶 牠們應該快來了 說話間外面就響起腳步聲 進來了一伙道士 是去年母親死的那天晚上來的 那伙穿黃袍的人 蛤 牠們要跳大神了嗎 蛤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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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牠們來了 你現在有力氣走到外面不 能 那你跟我出來吧 今晚要給你叫回魂 但奶奶都知道阿 只是不想跟她講而已 真是的 哇 不是 你確定這隻叫回魂嗎 我怎麼覺得你是要幫我送魂阿 我操 用成這樣 排水 準備好了嗎 還沒有 陰氣太重了 你家後院 你身上有團黑霧 怎樣 你想要用降魔棒來幫我驅魔嗎 我先說齁 你敢拿出你的降魔棍我會直接把你打爆 來吧 開始吧 喔 你是四個強魔棒是不是 太扯了齁 我們就在那邊一直跳耶 紅包罩是口中念念有詞的揮舞者手中的劍 我站在一邊看著目瞪口呆 一劍下去挑起桌上的皇子 在蠟燭上點燃揮舞者 忽然逼一身帶著燃燒的皇子吃到我面前 我忍不定心裡一緊張 一瞬間你身體突然輕鬆下來 但沒片刻又覺得神字模糊了 滅爪還不快離開 啊奶奶 這什麼東西好臭 吃狗血 站著別動 一回就好 嘿 倒是大喊一聲 端起桌上那點血衝我披頭蓋地潑了下來 我被潑了狗血淋頭 這是物理上的狗血淋頭啊 我的天啊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下子感覺身上像是卸了幾十斤重的東西 一感覺身體不熱了 物理狗血淋頭 回來了回來了 沒有回來了 奶奶我現在好像好了 我能死出境了 身體也不熱了 走了就不要回來 煙霧繞繞的蒸騰吧 去吧 一切都已經去了 隨月光去吧 姐 孩子已經沒事了 我們也該回去了 蛤 你叫他姐 所以代表說 奶奶你 你老家是住 是做那一個 道士的嗎 所以你才會那麼了解嗎 謝謝你們 要不今晚留下來 明早吃了飯再回去 過了在此那邊還有一宗法師要做 對了 你這後院建議再加一把鎖 今後無論是誰都不准進入 知道了 你們就要穿過哈 還是說你是認她做姐 因為你們太常就是 在那邊 就是可能 互相一直請來請去 所以都熟識了這樣 得罪老娜的想法 看老娜想魔方 本家後來就在轟往後院的門上 家裡把大鎖 防止任何人接近與進入 這學期剩下的時間 我就再也沒有去學校 整天待在家裡 一直沒有什麼事 眼看著就過春節了 奶奶這個冬天裡開始有些咳嗽 父親不在這些日子裡 她忙裡忙歪 要不是晴和姐幫著點 奶奶早就累壞了 冬天奶奶突然就像老了許多歲 走起來也沒以前那麼瘋瘋活活 水餃不靈便 這天我給奶奶把飯端到坑岩上去 奶奶的眼裡不知為什麼會有了淚水 苗兒你什麼時候產生長大 我現在不是已經大了嗎 哪方便提醒嗎 奶奶含淚笑著摸摸我的小腦袋 好像想對我說什麼 卻又憋著不說 奶奶您什麼了 您什麼了 什麼您什麼了 您什麼了 這樣子喔 看點拍 沒有啦 如果奶奶突然有一天死了怎麼辦 燒香拜拜 再見 這怎麼可能呢 呵呵 你沒有聽過聊天子余呵呵 你還敢對你奶奶呵呵啊 哼 你想要去點你奶奶也不是這樣子好嗎 傻孩子啊 人老病死啊 怎麼還會不可能呢 來照呢 奶奶於是笑著笑 眼神裡沖了一種情所未有的怨 怨戀嗎 知情嗎 那是什麼字啊 我真的沒看過耶 額頭的皺紋又多了幾條 唉唷我看過的簡體字還不夠多啊 下午的天空藍天白雲 一時風也沒有 都是秋季了 陽光直射下來 仍然讓人的眼皮覺得濁熱 我們這載子在幾座山頭的腹地中 還算平坦 所以時間又過了一段時間 怎麼一下 剛剛要過春節現在就抽季了 春冬頭有一片平整的土地 四周就是連綿起伏的青灰色山巒 趕秋天了 山林的樹葉都落盡了 半山腰看上就一片黃色 樹木只剩下突鴉的枝條 眷戀之情喔 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個字是念戀啦 這我真的不知道 我記下來 哎呀 真的是長大了 自從都是來過家做了法以後 我就沒什麼了 在家裡待了那麼長時間 有些想學校 情歌姐你剛才去哪了 喔 去華子哥家借幾本書回來看 情歌姐都能明白看小說啦 誰給你教的字 一定是華子哥吧 劍胡說 喔 喔 喔 情歌姐是不是小華子哥 欸 不好說 欸這作者很用心耶 你看 他每一個都會換耶 每一個時期 不同時期的他都會用耶 我覺得我要不要湊齊不同時期 哼 出來的奇怪 自從後院鎖了以後 有時晚上上門房時 會聽到後院有女人在唱歌 發現你情歌姐長得挺好看的 來不及了 她已經有所屬了 後院的雜草都比人還高了 快到年了 你父親也應該要快回了吧 你是在讀聖經嗎 呵呵呵呵 她在讀聖經耶 我的天啊 不同宗教信仰的 這個遊戲是怎樣 集合松溪河壁是不是 反正我開始想說 爽啊 看書了沒 看了 學習不要拉下 以後學得好 去外面城市裡讀書 像你華子哥一樣 人見了就只點頭誇讚 到時候有意識的看著情兒姐 呵呵 請兒姐聽這話吧 石子含在嘴裡低起了頭 臉上飛紅刺起 我與奶奶相似於眼心笑起來 哈哈哈哈 請兒姐聽這話吧 欸 怎麼又是同一句啊 你們笑什麼 呵呵 又想呵呵 奶奶你笑什麼 你說嘛你 你說說看啊 你說說看 他虧你別咬 再咬奶奶就省下 寶布 你說你剛才為什麼要笑 看你在華子的關係不錯 尋知著什麼時候 把你這門事辦了 今年也20日了 也有個下家了 喔 所以她的這個姐姐 才大她大概9歲左右而已 奶奶現在別說這事好嗎 我還不想這些事情 可是恐怕奶奶熬不了幾年 那是誰給你做主呢 反正現在還早 還不想說這事 再說人家華子一個大學生 能看得上我嗎 看你這丫頭說話 咱們這幾個山頭 哪個村裡有我們情兒俊俏的姑娘 水淋淋的眼睛 辮子黑又長 個也高俏 這把是她華子還能看不上 她應該說這個樣子華子她還能看不上嗎 她好多那種 那種大陸面的習慣用 我真的不太習慣 想這樣子就會去河面溜達 您就別再誇我了 所以你本來就那麼絕 那我呢 你看喵阿都不同意了 呵呵 欸你們真的很喜歡那個句點了 晚上吃完飯我們早早就睡 躲在暖昏的被窩裡 小小的掀開被子把頭埋進去 我開始盼望著快點長大 盼望著自己也能像秦鵝姐那樣好看迷人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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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